台湾有史以来最长政党票选票 今年共有18个政党参选 针对距离不到12天的大选 台湾民众大部分还是分不清楚 政党票到底有何作用 不少民代抱怨中选会宣导不周 近来民众连上网查询都很难了解何谓政党票 甚至台联党自己大量文宣广告 原本是一种提醒民众 竟造成了舞蹈民众投下废票 云林县的舞党籍议员黄玉慧表示 这样的不分区立委选举将造成大党恒大 真正舞党的民众几乎毫无选择的权利 并痛批大党欺负弱势人民 这张我相信大家都没看过 这张就是去上网去看 经纪这张就知道 原来政党票有这么多党来在选 因为这是选委会的责任 一定要把资讯很充分的 让选民知道 到底现在的党票 党票、政党票 到底都有几个党来在选举 这应该才有公平 不像一个议员知道 这些里面都不知道 你说要叫他倒队 他说也是这些 几党 他自己知道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党 不过这些舞党籍永远都是在弱势的 针对如此不公平的选举 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坦然引退 并对台湾民众充满信心 蔡永德表示 在多个政党邀请参选之下 为何会选择投入较为弱势的 武党团结联盟主要是长期服务宗教团体 以及生根基层 认为宗教本武党派 人民也本武党 因此他愿意站在民众这一边 2016不分区立委选战 各小党因为比较没有资源 因此纷纷打起了网路站 希望透过网路影音说明 让年轻选民更加了解各党要表输的理念 而武党团结联盟以 温馨的妈祖婆文生就苦作为诉求 希望国会不要再有党派恶斗 最终受苦的还是台湾人民 看来立委选票两票制 原本的做法是为了让大党小党都可能得到选票 让国会生态更多元 但由于台湾民众很难理解如何投赠党票 因此各小党以及代表弱势的党派团体 将无法分配复分区席次 反而有助于大党在国会取得更多席次 这将会造成一种假民族的现象 让不少选民抗议票票不等值 2016大选倒数正在考验台湾人民的智慧 以及决定台湾的未来 记者曾文杰撑门林云林报导